可以創制一個立法原則 當初的立法理由其實也不是太難懂 他的想法是認為說 因為立法需要比較細膩的技術 所以他覺得一般人民並沒有能力 去擬出一個好的法律條文 或一部好的法律規定 所以他說要不然這樣子 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你把那個原則告訴我 然後讓我立法院 按照你們要的這個立法原則 幫你去制定出一個比較細膩實踐 這個立法原則的法律條文 所以當初立法者的想法是這個樣子的 不過話要說回來 現在立法院也沒有公明到哪去了 所以呢 但無論如何 現在公明投票裡面的規定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只能創制立法原則 沒有辦法創制一部法律 那重大政策呢 那就是創制或複決都可以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 比如說呢 現在立法決定要再蓋一間核武電廠 那這是一個重大政策 如果政府真的那麼決定的話呢 人民不想要 人民就可以去發動一個公明投票 然後否決掉 這個核武電廠的一個新建的決定 那這種就是屬於重大政策的復決 那如果反過來說呢 那人民想要核武電廠 然後政府說不行 那這個時候呢 人民也可以去發動一個公明投票呢 來進行一個重大政策的創制 所以這是重大政策的創制 跟複決的概念 那地方行公投就是 想對照就對了 所以就是屬於這三種類型 我們公明投票法裡面 還存在一個叫 宣法修正案的複決 我們現在不會用了 所以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這個公明投票制定的時候 是之前還有國民大會複決 憲法條文的時期 所以那個時候呢 人民還沒有辦法直接 應該制度上我們對 憲法修正案的複決 是設計由國民大會來做 所以那個時候公明投票法裡面 才會放進一個憲法修正案的複決 那因為我們現在憲法修正的程序 已經是由人民直接來複決了 所以公明投票法這個規定 我們就不會去用它了 所以下一次公投 如果修正的時候 會把這個東西給修正掉 那所以你對類型呢 有一些概念以後呢 其他細節性的條文呢 我不帶大家一個個念了 考試上比較重要的是呢 你要知道哪一些事項可以公投 哪一些事項不可以公投 那公明投票法呢 在憲法原理上呢 有一些所謂的建制原則的要求 也就是說呢 任何公明投票法的舉行呢 都必須要符合這些建制原則的要求 那這些建制原則呢 有一些呢 已經被立法者呢 明文行租於公明投票法相關規定 但有一些沒有 那行租的呢 大概沒有任何問題 但沒有明定在公明投票法裡面的 因為這是來自於憲法上的要求 所以他仍然必須要遵守 可以喔 跟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重要的原則呢 是你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我們說的所謂的 補充性原則 這是公投的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希望你牢牢的放在心裡面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自憲者跟修憲者 對於民主 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的一個設計呢 我們才是個代議民主的制度 或者它是間接民主的制度 所以這個國家的憲政秩序 原則上就是按照著代議民主的制度在運作 那什麼時候會使用直接民主的這種公民投票的方式呢 那一個基本的概念是 只有當代議民主制度運作失靈的時候 直接民主才可以進來補充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呢 隨時直接民主有可能擺可為主 那你就違背了當初自憲者修憲者 對這個國家設定的憲法秩序的一個決定 那這個叫做補充性原則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呢 我們等一下後面呢 常常得要用到 所以行李要把它放在心上 那跟著這個概念來的呢 其實是相關的一個概念叫做 全憲分配秩序原則 其實應該講是憲法對這個國家的全憲分配秩序 你必須要尊重 所以公民投票呢 也不可以改變這個憲法決定的 全憲分配的一個秩序 總而言之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公投呢 仍然是在憲法秩序下的公投 所以它是一個法的公投 它不是一種政治力的公投 所以公投的運作呢 仍然必須要在這個國家的 憲法秩序下呢 把它運作 那這個全憲分配秩序的原則呢 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可以透過公民投票呢 去改變自憲者或修憲者 對這部憲法所設定好的 全憲分配秩序的一個運作 其實就是指代議民主自憲 制度的一個設計 所以跟剛剛講的補充性原則呢 是個相關聯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之前呢 產生過一個例子 就是公投法十六條呢 允許立法院多數 可以就重大政策 來發動公民投票 那這個規定呢 當初引起了一些爭議 那一些爭議呢 表面上來看呢 有一個是你很容易發現的 請問在權力分立的概念下 我們還沒有講到 但我們今天夥伴可能會講 但你應該有個基本的概念 西方的權力分立理論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嘛 那在這個權力分立理論的概念之下呢 那他幾個權力呢 對於國家的重大政策呢 有決策的需求 或有決策的權力 立法權有 我不會有疑問吧 那行政權有沒有 我們雖然還沒有講到 但你應該可以稍微理解 行政權也會有吧 那如果行政權也會有 司法權我們就講 因為司法權是事後的 只有起糾紛 司法權才能夠啟動 那如果立法權 行政權都有 那為什麼公民投票十六條 只有賦予立法權可以 對重大政策發動公民投票 可是不允許行政權可以用 那這件事情是你第一個 可以想到的疑問 不過這個問題很快可以回答 就是因為你會說 立法權是民意代表嘛 它是直接代表人民的聲音 但行政權不算是嘛 所以行政權不行 那可是這個問題呢 沒有回答到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呢 這一個法律規定呢 當初立法的原由其實很清楚 它其實就是要解決呢 以後比如像當初發生那種 行政院片面 決定停止行政何時 然後產生了一個 政治獎局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當初公民投票制定的時候呢 就想說那我放了這個條文進去 以後如果真的在發生 類似像這種狀況的話呢 就由我立法院呢 來發動公民投票 來決定這種 合適刑建的爭議問題 所以當初呢 制定公民投票法呢 放了16條的規定呢 其實是要解決一下 當初行政院片面停歇 合適的這樣子的爭議問題 可是問題是呢 行政院片面停歇合適的 這個僵局呢 其實我們的憲法秩序 已經有決定要怎麼處理了 我們還沒有談到後面 不過我說你如果念過憲法呢 你大概會有點印象 當行政權呢 對重大政策做出決定以後 立法權呢 如果不信任它 我們的憲法有什麼機制可以解決 你可以對行政權呢 提出不信任案 就是俗稱的倒閣 當你會伴隨著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行政權可能伴隨著 去陳其總統解参國會 但無論如何我們憲法 就是這一套憲法的秩序呢 它對於這種 合適興建的爭議問題 它其實設計有解決一個機制的 那如果今天呢 存在這個解決機制 你不用 而你要跳過這個解決機制呢 直接訴諸公民投票 那我們就會認為說 你違背了憲法 對這個國家的憲法秩序的 一個權限分配 也就是說呢 有一套遊戲規則你不用 那你要跳過這個遊戲規則呢 直接訴諸直接民主呢 那就是違背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基本概念 只有在代議民主運作 制度失靈的時候 直接民主才有發動的一個可能 那如果你還沒有走不信內安跟集團國會這個機制呢 你不能夠說代議民主的制度運作以及失靈 這樣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這個問題呢 大家在4-645號解釋呢 並不這麼看待 所以大家在6-5號解釋呢 認為公民投票16條賦予給立法院的多數 可以發動公民投票的權利呢 並沒有違背憲法上的一個要求 不過這點呢 學說上呢是有點異見的 那講到16條呢 我們可以附帶再提一個小問題 所以16條是賦予給國會的多數 因為要院會的決議才可以發動公民投票嗎 那請問一下 立法院的少數可不可以發動公民投票 我們還是沒有談到權利分立 不過呢 你對於申請 立法委員申請違憲審查 這個規定有沒有印象 就是大家現在就把第5條第1項 第3款的一個規定 3分之以上的立委呢 可以申請違憲審查 那主要是一個少數立委權利的保障 這樣類似的概念 可不可以存在在立法院發動公民投票上 我們可不可以去設計一個規定 在公民投票設計一個規定的 允許立法院的少數可以發動公民投票 以去遏制立法院多數暴力的情形產生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